好 鄭文燦涉嫌在桃園市長任內 在其中一項土地開發案中是收賄500萬元 更有消息傳出 因為當時檢調的監聽一文疑似遭到外洩 那鄭文燦得知之後查辦了 趕快急忙的退款 並且說雙方是借貸的關係 詳細的情況把時間交給劍雲 好 觀眾記得現在位在的就是 桃園地方法院的現場 其實今天針對這個前桃園市長 也就是前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 疑似在市長任內涉貪事件 今天十點桃園地方法院 將再度召開積壓庭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就是在今天 其實週刊爆料出 其實在桃園市長任內 其實鄭文燦的時候 一次收回了這500萬元 而根據掌握就是這個檢調 最相關的證據就是這個一次白手套 監聽到了白手套 這跟妻子強調說要送錢給鄭文燦 更進一步監控到了 就是所謂這個白手套的這個部分 拿了一紙黑色的塑膠袋 現在就直接送到了市長這個 鄭文燦的當時的官邸內 而目前的疑似就是這個 是四個月 事隔十一個月之後 鄭文燦疑似聽到了這個 相關的檢調一文外洩之後 其實他就幫 將這個案件緊急 將這個筆款項緊急退款 還說雙方其實是一個借貸關係 不過根據消息指出 其實相關的證據 其實是惡度牽結 但是檢調這個調查局是不死心 再度在去年的時候 重啟此案 並召開這個相關的偵查團隊來辦此案 也就是在今年的時候 鄭文燦57歲的大售的時候 送他一個生日大禮 才讓這件事情再度爆發出來 而其實在昨天晚上 是民進黨內部也召開了 廉政委員會 才覺得其實鄭文燦如果 其實一來這個相關的判決 是有罪的話 恐怕會先將他停權 最終會直接將他除名 所以剛剛就提到了 現在有傳言指出了 檢調的姦親一文 疑似遭到了外洩 那鄭文燦得知他要被查辦 就趕快把這500萬給退了回去 並且說雙方只是借貸的關係 那現在有關鍵的證據 第一個我們來看到 就是監聽到了白手套 向妻子提及 要送錢給鄭文燦 拍到了白手套 他拿一紙黑帶進去了 鄭文燦的官邸 但是他最後是兩手空空的出來 但是當時因為沒有緊急的搜索 查扣到這些鈔票 所以證據不足的情況之下 減掉是二度鉛結 所以現在有人喊出說 應該要查一下鄭市府 當時的所有金流嘛 那桃園市長張善政就說 鄭市府的補助額度 是比較寬鬆的 但是並沒有預約法定的限額 如果檢調要查的話 都會積極的配合 那民進黨的廉政會 在昨天開完會之後 他們也說 未來司法調查審判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證據顯示呢 鄭文燦真的有 涉入一些不法的行為 而被裁定積壓的時候 好他們呢 就會給他停權三年的處分 那如果未來有比上述 還要更嚴重的情節發生 那廉政會他們會進行 更嚴厲的處分 好那另外還有貓膩嗎 因為有人就說了 怎麼會不到一個小時 就可以籌到了 500萬這樣子的寶金呢 而且全部都是2000元的大鈔 好不過有知情人士就說了 6號一大早 其實家屬就已經開始在籌錢了 那麼都是從鄭家人的 帳戶提領出來了 大多是解定存提領 都有紀錄可循 所以並不是來源不明的現金 好那高院呢在昨天是才這個 撤掉了交保裁定嘛 那今天10點呢 是要重開積壓庭 所以剛剛大家也有看到一些 相關的畫面 好那高等法院的說法是啊 現今呢通訊軟體發達 鄭文燦跟其他共犯 是否有串政滅政的可能 種種的疑點 桃院都沒有詳細的論述 所以明顯是有理由不被的違誤 好對此時事評論員黃陽明 他就說了鄭文燦的前下屬的女兒 當然法官完全被打臉了 還有鄭克爽的粉專也提到說 正常人光是看了都覺得很離譜 但是法官並不這樣覺得 真的是厲害了 好另外呢 立委賴士寶他也說了 鄭文燦現在身居要職嘛 但是跟黑道沒有界限 大家好奇的是 過去8年蔡政府執政是誰在包庇他 那鄭文燦過去的種種爭議 地方人士都說根本是小事一樁 那賴士寶也提到 其實還有五大土地弊案這個才是致命的大案子 包含了哪些呢 來看到第一個就是郭哲敏88會館案嘛 第二個IMB詐騙襲襟案 那第三個就是角頭林秉文的洗錢案 第四個澳門性招待怡雲 以及第五個博弈大亨成英柱 曾經在澳門招待過鄭文燦 所以賴士寶就問了嘛 現在檢調有沒有要好好的來查這五案呢 還是目前只有鎖定在目前這個五百萬的收賄案上面 那今天有週刊就報導說了 鄭文燦當年他還錢五百萬元 是因為得知遭到檢調監聽 所以他趕緊說 這個是和白手套之間有借貸的名義 那討論事業員林濤他也提出了三大疑點 他說五百萬的借據是不是早就被當作呢 這個安全閥隨時可以使用 這個是鄭文燦疑似涉嫌收受匯款的常態嗎 那又是誰洩漏到了一文呢 讓鄭文燦他可以警覺趕快去退還 再來他也提到了 討論市長鄭文燦到底有什麼樣的資金需求 需要去借貸這五百萬元呢 實在是太小看鄭文燦了 還有他也說了報導說啊 鄭文燦向檢方說他沒有打開袋子 不知道裡面有錢 就於袋子的去向他也說不知道 聰明如胖周瑜會收下黑袋子不會查嗎 那一般人都會打開 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不開呢就有點違反常理了 林濤還繼續說鄭文燦身為嫌疑人 在外面每一分鐘都有串供的可能性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想看